独孤皇后 独孤皇后大结局最后两集飞起深情路线 独孤佳罗的结局快过悲惨 有人内奔 杨坚宠幸入食文姬 心育食文姬自杀身亡 却也成功地引起地后失和 独孤佳罗与杨坚之间产生隔阂 但若因被退堵之事 导致杨勇难以接受被逼风 独孤佳罗又因内疚心情郁郁炸肝 最终导致若病在床 遗憾于事 直到最后独孤佳罗的心理依旧挂念着杨坚 独孤佳罗躺在杨坚的怀里 回忆过往种种问派 女儿杨丽华听说独孤佳罗病动的消息 第一时间赶来盼望 却依然没能见到最后一面 有人内奔 独孤佳罗最后的结局也可谓是悲惨 被身边最肃愿的人背叛 没能与相爱之人相守到最后 两个儿子杨勇与杨广兄弟为皇位之中失和 杨广相继杨勇导致其疯癫 唯一的女儿杨丽华也约恨其多年 这样的独孤皇后怎么让人不心疼